在摘一期人工户旁边 17万就可以买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呢 占地面积有48平 买一层送一层的 这个不动产线镇呢 是有50年使用的产权 刚好旁边呢 后面就是人工户 这边生活出行比较方便 刚好在摘一期 我们现在看看那个房子里面 到底怎么样吧 往这边过去 前面的道路200米呢 就是摘一期的人工户 那边环境比较方便一点 从这边过去呢 就有公交车 这旁边有医院 银行 商场都有的 刚好这个房子呢 是在一层 就是一层的这一片 下面这边呢 是免费停车的 也可以停车 然后这边进楼呢 这个房子里面呢 下面占地面积是48平 一共有二层的 二层的那层呢 就属于赠送面积 那上面层高呢 有四米八左右 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电视柜 电视墙之类的 都有插座 它是做过简单装修的 这边刚好一大个落地窗 落地窗也比较高 好像有窗电 这边出门呢 直接就可以出去了 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 房间里面 往这边过来呢 就是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 这边呢 就是一个厨房 然后那些插座啊 油烟机的那个管道 它都安装好了 只要加软装就可以了 现在是只是硬装 包含在里面 这个房子还没住过 下面的膜还没死掉 这边是一个洗炼池 上面是有一把洗澡的 这边是有码头的嘛 上面里面码头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加个洗衣机的 放在下单 好了往这边看看这个厅 这个厅是比较大 上面它是做的一种梯子 梯子上面呢 这边就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可以放个一米二的床 然后在这边 那边有插座 有开关 这个房子呢 虽然感觉是通风效果不好 但是旁边那个 卫生间那边 还可以打个窗户 可以通风呢 在云南这边呢 天气气候比较干燥 刚才说房子一层呢 没有三幅天呢 住在房子里面 也不会有潮气嘛 下面要铺个木地板 贴个砖 然后稍微弄一下呢 就可以入进去 这个房子呢 适合两个夫妻啊 或者两两个退休了 房价也不高 十七万买套房 而且是有产权证 还能够户的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